广州战的比赛现场 下面进行的是80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 我是现场解说 中收陈佩 我们马上就会见到分晓 这是比较典型的中外对抗 有中国最好的三打选手 对国外的搏击高手 白晋冰最著名的技法实际上是高边腿 话音刚落一个下皮腿 我没关系叫下皮 叫皮挂腿 叫皮挂腿 纯中药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五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燃 记住微信 574993205 确实是十分了多 对方好像主要要靠拳 白晋冰可以用腿来控制下注力 没有时间摔了 本来可以接水筛 这个是三打中的一个非常擅长的一种技法 转身腿 后头腿 差一点 对方看起来主要就是拳 好像没怎么起飞 志在必流 对 白晋冰的腿法是非常好的 拳法也挺好 技术全面应该说 现在白晋冰呢 他在他自己防守上应该注意一点是什么就是他的防守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 不要是单纯的防守 可以打一击 下肥腿 现在打一个小小的高潮 观众有节奏的这个加油声 观众有节奏的这个加油声 应该是连续打击 双方戴尼为平权 差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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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计白晋冰能够站起来 对 争计戴尼为平权 已经结束了 这个 这个 国际比赛太残酷了 就是 对方的拳法啊 确实力道也 确实非常的沉重 对攻的过程中 就是一拳就可以 就我们刚才讲到的 要注意头部的保护啊 确实不幸而严重 对 所以这个自由波及比赛 非常的巡献 5秒 KO获胜 Vino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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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